好,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斗舞对阵XR的第一局下半场 搬位是一样的,搬掉了祭司 然后穷者这边由于本方的屠夫已经完成了一个四杀 他们选择一套更加稳健的阵容来打你的女巫 这样的话呢,无论是打女巫还是打红夫人 把这套阵容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自保能力 即使是机械是没了,这三个某男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 把电击开,然后争取跑一到两个的一个局面的 所以这把阿福需要前期节奏比较好才行 看看他这里的一个选择吧,果然带了闪现 因为你没有选先知嘛,那我也不需要带一个放口来针对你的先知了 带个闪现,然后开局,找得到机械师嘛,竖抓,找不到嘛,就控场 第一个人看了一眼,守末,第二个人前锋 在过去拥兵就是没看到晚晚的机械师 机械师这个位置拉的也是有点好,靠近车站 阿福这里甚至都上了楼来找没有人,耳鸣都没有,带的是脆火 带的是脆火,15秒以后应该是能够看到机械师的位置 而机械师现在也是全程跑点,完全没有休机,娃娃找了一个地方已经放下蹲好了 就是知道你肯定会来找我,那还有5秒钟,马上脆火开拳 开天眼,这里有个窄,这里有个窄,看见了 虽然说知道了机械师的位置,但这个窄打不打呢,想了想算了,节奏已经很差了 这把的阿福的节奏其实蛮差的,被机械师对吧,绕场一周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这里前锋也走,带走 我们看这个时间啊,闪现已经好了很久了,60秒到现在才机身上第一个人 花的时间太久了,闪现过来打一刀,然后双信图包夹这个机械师 但问题是守木人和拥命的电机其实没怎么被干扰 所以说这两个人的电机已经修掉了一大半了 待会儿等到机械师倒的时候,这一刀没打中,完了 这一刀没打中,节奏又要被拖好久 这时候如果说前锋来帮忙撞一手,我感觉这机械师还能再拖一会儿 但前锋想的是,我把自己的电机修完再来陪你玩 两板缺,两板缺 过来,一刀倒地 但信图消掉 意味着阿福过去还要补信图,外面三台机能开,机械师操纵着娃娃 这里是被迫赶紧补一个机身,然后想把人挂上,前锋的电机马上就要修完 能不能压住前锋这台电机很关键 这台电机如果说能压住,但前锋感觉是要顶着硬修了 前锋的电机还差一点点,压住这台机还有机会,压不住这把可能连平局都不一定保得住 压住了,还剩一丝,还剩一丝,管住 前锋想要投铁修 板子下掉,那边守木人准备偷人 信图过来,打一刀就下来 前锋电机修掉以后可以过来保 守木人交铲子帮忙扛刀 一刀打出守木人,还能下一块板子 这一把求生者已经是一个保评真剩的局了 阿福想要翻盘的话 只能寄希望于找到一台遗产机,然后把人给击倒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守一个三连 目前来看没有一个近距离的三连能够让女巫来进行任何的一个操作了 和对面这三连应该是会被酒匠给点掉 也就是说最后会造成一个什么局面呢 这边一台电机,那边两台电机 阿福想要守电机已经没有可能 这把应该是一个求生者两跑到三跑的局 当然四跑也有可能 但阿福想要多杀应该是比较难了 阿福想要多杀的话应该比较难 闪现一刀打,击倒 先把机械师保住吧 毕竟有底牌 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 前锋来救一救保一保 现在所有青图全部清掉 阿福这边要做的就是先死保住机械师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来考虑就是怎么留人 怎么留其他的人 毕竟有底牌的嘛 然后如果说能够有,哎呦,这边一波撞救 无伤救,前锋这边还想卡一卡血线 打一刀,前锋保,电机直接点亮 只有两性图 怎么说,11秒以后才能够寄生 压过来 寄生一刀打,闪现 挂飞机械师,机械师冲地窖了 你如果不挂我,我就冲地窖 女巫切传送,过去补机身 这边用机械师的寄生性图把这个机械师挂飞 捕出来 管住了门,先挂上 那边的门开了没有,好像还没开差一点 这里我们看到都在跑,都在跑 一刀打出手末,有机会能睁个平 前锋去开的是终点的门 刚摸上,守墓这边交掉了所有的铲子 能打成一个平局已经不错了 能打成一个平局已经不错了 击倒守墓以后 由于守墓这边有寄生 看看有没有机会 用守墓的信徒再传一波 这边用守墓的信徒打 那就是保平了 用守墓的信徒打就应该是保平了 求热这边的话 好像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像没有想法 走了平局 5分够了 确实5分确实够了 5分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优势了 那么这边是 恭喜抖5 完成了一个5分的第一局 其实他们还可以再来打一波的 因为佣兵的薄命还没用掉 一波守墓救的 第二波是前锋救的 佣兵的薄命还在手上 而守墓开的门的时间已经蛮多了 他们如果说想要争一个三跑 也是有机会 但是觉得可能有一定的风险就算了 又稳打的又稳又好 阿福这把确实前期节奏太差